我們今天用了有這幾種沙拉葉 用扒的讓那個斷面是不規則 可能吃起來會比較舒適一點 五碼的柚子醬 它裡面有兩個東西 它是用薑汁炒雞柳條 豆皮就是所謂的豆包 然後抹上去之後就開始重點來了 已經炙燒了 然後就把它偷起來就好了 確保它煮得熟 因為我覺得它會有點柔軟 可能會比較好這樣子 我簡單地講一下這個故事內容 它就是小泉今日只是演一個二手書店的老闆 他會招待他的好朋友 或者是懂得吃的人 所以這個電影並不是像大家以為說很假掰的什麼東西 不是的 它很誠實 看完這部電影 第一個跳到我眼睛裡的腦筋裡的經句就是 唯美食與愛不可辜負 就是他們的真誠跟誠實 你不喜歡的時候 那件事情是在她的姊妹套中間 是不會被欺騙 所以我也在想說 女生是不是在這個路上可以學到更多 你要先懂得對自己好 你才會碰到一個真的願意對你好 或你才知道什麼樣叫做對你好 可能就是女生的友情跟男生有情會不大一樣 那或許他們會更細膩一點 那我覺得吃的這種東西是很細膩的 大家可能會想說 我為什麼要看一部裡面有這麼多不同年齡層的電影 但其實我去看的感覺是 我在每一個人身上都找到了我的一點影子 不過這個電影雖然我們大家剛才講的 關於坦白啊 關於兩性關於什麼 不過我相信最後總結到 關於說自己的感覺是什麼 這部電影是我真的看過非常難得 而且好喜歡好喜歡 對 十月十六號 那我們也真的很謝謝各位今天來到這裡 不管你們從任何地方來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料理 因為我們的節目是在一個月的物文化 所以我們是要來品嘗一下 我們要來品嘗一下 謝謝我們 經營 謝謝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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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